明子宋梅的故事 作者 大陆大法弟子 这是十几年前一位老年统修告诉我的故事 明子二十多岁 结婚后和婆婆关系一直搞不好 那真是一见婆婆气就不打一处来 婆婆虽然厉害却也斗不过明子 只好走为上级搬到老房子住去了 这一下明子总算松了口气 丈夫博有为辞 但也没有办法 街坊邻居明子更不当回事 随便说去 只要我高兴就行 96年法轮功传了过来 和许多人一样 明子也走进了法轮功的修炼行列 修炼不长时间这矛盾就凸显出来了 法轮功修的是真善忍 讲究遇到矛盾找自己原因 在利益面前要先他后我 无论在哪里都能体现出修炼者是一个好人 明子即便转法轮通度下来 感到十分汗颜 越发觉得自己在对待婆婆这个问题上 做得实在差劲 与修炼人境界相差太远 对不起婆婆 便和丈夫商量想把婆婆接回来一起住 有个照应 丈夫当然高兴 还是法轮功厉害 居然让妻子变得跟换了个人似的 忙跑去和母亲一说 谁知道明子的婆婆成见在心 根本不相信儿子说的话 说啥也不敢回去住 丈夫回来跟明子一说 明子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如何是好呢 晚上做梦 忽然梦见在某一世自己和现在的这个婆婆是母女关系 从小到大 她对明子极尽苛刻 经常辱骂和殴打 造成明子心里非常憎恨这位母亲 总是想将来要报仇 醒来后 那一世的情形历历在目 明子感叹道 原来我和她是这样的渊源关系 怪不得我这么厌恶她 可仔细一想 自己现在是修炼人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待她了 必须要按照真善忍要求去做 明子的丈夫在外地上班 家里所用都是明子自己买办 北方冷得早 人们又在开始储备过冬取暖用的煤 明子想婆婆既然不来 那我就先把家里的煤送过去给她老人家用 别到时让婆婆冻着 这样她找了一个人 用三轮车亲自把煤送了过去 你看婆婆这个感动啊 眼泪直往下掉 怎么也想不到 媳妇现在变得这么懂事和孝顺 明子一边安慰她 一边向她道歉 希望老人家能够原谅自己 婆婆不住地点头 这家二人终于和好了 安顿好婆婆 明子匆匆往家改 远远就看到两辆三轮车 拉着满满的煤停在自己家门口 到跟前一看 是丈夫的朋友解超 问 你不去干活 来我这干啥 给你送煤啊 明子有些奇怪 谁跟你说的 我没要煤啊 解超的回答出乎人的预料 她说 昨天晚上做梦 有一个神仙跟我说 明子家没有煤了 你明天往他家送两车煤 我醒来后一头雾水 想不清楚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 但一想你和孩子在家确实很不容易 天冷了肯定需要煤 再忙也得先给你送 所以就过来了 一听到这儿 明子的眼泪刷的流了下来 师父什么都知道 这是师父在帮忙安排的 修炼路上 心性到哪儿 真是一念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过了一段时间 明子把婆婆接了过来 一家人从此相处得十分和睦 明子宋梅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 人们都知道 法轮大法好 这正是 善缘恶缘多少缘 远缘相报总誓愿 此间渊缘大法解 修炼路上两重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